墙内卯新闻触及你灵魂 最近,中国守卫女舰长维会小冲上热搜 有网友将其履历与俄罗斯曼一号驱逐舰女舰长霍普金斯的履历 做了详细的分拦对比 结果显示,二人除了童年出生,其履历也出奇地相似 对于二人的一些职业生涯的关键时间节点也基本吻合 可以说这两份如复制粘贴的履历 显示出在独裁专制国家中 一切都是可以包装出来给人看的 哪怕是军队的高级指挥将领 这位中国绍兴舰舰长维会小 其军旅生涯仅用了十年时间 就从一位塑人小白顺利当上了中国舰长 更有趣的是 他的履历中除了担任华为副总裁秘书这种职务外 还曾入选环球小姐家里 而时至今日 这位维会小舰长也只是于2016年3月通过了副舰长的考核 并没有通过舰长的任何考核跟选拔机制 却当上了舰长 这种履历和村生的惊人速度 难怪有网友说 北洋水师都不敢这么搞 毕竟 这就相当于个体工商贩无照经营 私家车无证驾驶 连舰长考核都没有考过 是怎么当上的舰长 而通常 舰长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 一般都会经过理论比试 面试 实际指挥操作等多项科目的系统考核 时间一般在四天左右 有学者评估指出 这是中国内旋的样板 也有海军退役上校认为 它应该是被刻意培养的女性翘楚 在中国墙内的百度搜索引擎中 关于维会小的精密介绍 也极富传奇色彩 他于1977年出生于广西百色 这就奠定了他少数民族的政治正确的天然优势 本科就读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 毕业后立马就职于华为 出任高级副总裁秘书和行政助理 这一点就已经说明 维会小的家庭出身一定不一般 否则一个本科学习大气科学的 怎么毕业就直接进入华为做了总裁秘书 从2012年开始 维会小写了200页自建系 投币从容加入海军 三天后便通过审查 而入伍参军便直接分配到了航母部队 并参与辽宁舰的接舰工作 在墙内有过部队入伍经验的小伙伴应该明白 入伍直接分配航母部队意味着什么 如果说这还不是有一培养合塑造 那么就真的见鬼了 入伍仅仅两年时间 维会小便已经成为辽宁号航空母舰航海部门的副航海长 2015年隋团访美 入伍四年时间 成为海军的副舰长 直至今年四月份入伍十年 他升任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绍兴舰舰舰舰舰舰长 微会小的履历和报道 被一些学者指出 出其破格提拔 如果涉及不公 恐怕会影响军心 以美国为例 军官管理法规定 需完整历链才有机会被认命为独当一面的舰长 一般美军驱逐舰长 需有17至20年资历 威慧小的资历严重不足 而中国对其任命海军舰长 更多是为了内宣效果 树立一个自强女性的典型 凸显中共表面上的尊重女性 而在微博上 也有人对威慧小掌舵主力战舰发表意见 称他爷爷和爸爸都是军人 有丰厚退休金 是家族世袭 更不排除七家庭通过人脉关系和运作 帮助其顺利入伍成为军人 更有网友爆料 说他爷爷是著名将军为国卿 然而面对世袭猜测 墙内的官媒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回应 只是塑造他是大山里的孩子 放弃了百万年薪 35岁才开始从军 十年后当上了舰长 有网友表达愤怒 认为选一个环球小姐指挥军舰 这个逻辑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而也有台湾网友称 一看到对岸的军舰是这个水平 我们就放心了 网友的质疑很正常 而作为中共一贯以来的军事作秀姿态 树立典型大书特殊 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本质无非是一场对墙内的政治内宣 在军中 在国际上也树立中共所谓男女平等的价值观输出 至于说违惠小真实的个人能力 或者说军舰本身的作战能力 我想这与违惠小是不是舰长并不发生关系 也没有任何矛盾 说白了 违惠小是宣传的工具 真正指挥军舰 是不是它 根本不重要